地狱囚奴 雨夜幽灵 人皮草人 色狼传说 精神病院 肢体雪人 哪一个更恐怖 哪一个更震撼呢 尝尝天堂里的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尝尝地狱里的苹果 黑暗里有黑色的火焰 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够捕捉到 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 却看不见社会底层 最悲惨的世界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时宗罪》 作者 蜘蛛 眼波 骆驼 第一集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 宜蒙山的狮子红了 正是黄昏 远处升起了炊烟 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走着几个小孩 小孩都脏兮兮的 背着破书包 唱着歌谣 一个小孩子走到路边的狮子林里边去撒尿 一会儿 小孩子出来 他目光惊恐无比 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 嘴唇哆哆嗦嗦地对同伴讲 草里有个死人 那个死者是一个农夫 被脱光了衣服 砍下了头颅和四肢 扔在了草丛里 奇怪的呢 是他的阴部 却被凶手撒了一把泥土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犯罪心理呢 后来经过公安侦查 凶手是他的公公 这样做 只是为了给他遮羞 这个案子的案情也并不复杂 死者是一个寡妇 与邻居通奸 生了一个婴儿 公公觉得丢人 便痛下杀手 可以想象 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 一个白发的老头 背着一具光溜溜的女尸 走在了柿子林里 老头用斧子将尸体织解 临走之前 他还抓了一把泥土 将儿媳的阴部给盖上了 柿子红了 寡妇被杀了 那个孩子 没有娘了 家祥县城有条老街 老街也不在了 当时靠近粮食局拐角处 有两间破败的房子 房子没有门 房顶摇曳着狗尾巴草 向北的窗户被砖给封死 有个外地人曾经指着房子问 说那是厕所吗 但是得到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不 那是派出所 1978年12月23日 下雪了 老街宁静不堪 电线干下的残血 显得牙尘 树枝上的血 好像能吃 北风呼啸 滴水成冰 一个穿破毛衣的男人 在派出所的门前 徘徊了一会儿 走了 后来 从屋子里边出来一个民警 看看天 看看地 地上有一件黑色的棉袄 棉袄里 裹着一个婴儿 民警叹了口气 解开了怀 掏出乳房补育孩子 民警是一个女的 老街的居民都认识她 都喊她周嫂 周嫂站在路边喂奶 站在天地之间喂奶 叫声嫂子 泪如雨下 从此这个孩子 便在派出所里边长大 后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警察 而另一个孩子 则出生在监狱里 她的娘是一个婊子 按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呢 叫做破鞋 破鞋杀了人 召开宣判大会时 她高昂着头站在台上 当听到死刑 听到枪毙 她向台下围观的群众 恶狠狠地吐了一口酸水 这酸水救了她的命 她怀孕了 一生天 二生地 三生万物 几个月以后 孩子出生了 她得了产乳热 临死前 她挣扎着对一个女警说 我要知道这孩子的爹是谁 我绝对不饶他 非宰了他不可 监狱长名叫沈昂 公安出身 文革期间因为一起错案 被关进了看守所 平凡以后 也就是1978年以后 上面征求对她工作安排的意见 她选择的竟是关押自己的看守所 她对监狱有着很深的情感 当过犯人 又当过警察 所以她能够做出双重思考 她在会上对其他预警说 这个孩子和监狱有缘 没有亲人 你说把她扔到哪呢 扔到大街上的孩子民政局都不管 何况这个呢 让她先在这里住着吧 犯人给孩子起名 叫做高飞 这也或许代表了他们的意愿 女犯的胸部最美 因为乳房就在那里 女犯就成了高飞的母亲 男犯成了高飞的父亲 监狱成了她的家 监狱也是学校 时间是一块破表 高飞学会了爬 小手摸遍了高墙内的每一寸土地 她在犯人的影子里边爬 爬着爬着就站了起来 有一天监狱长自言自语 说我可能弄错了 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为了学习犯罪的吗 孩子沉默寡言 和犯人们非常的亲近 犯人们教贵她很多东西 她学会吃饭的时候又学会了抽烟 学会说话的时候又学会了骂人 童年还没过去就习惯了沉思 青春七孩未到就懂得了手淫 她了解各种黑道的借口 清楚各种纹身的象征 她知道如何熬制鸦片 如何配制春药 形形色色的犯罪手法 也渐渐地记在了心里 怎样用刀片刑器 怎样用石头抢劫 怎样用瓜子诈骗等等 就这样 高飞在监狱里长大 十六岁年年 她对监狱长说 我想出去逛逛 所有的犯人抓着铁栅栏 唱了一支歌 这支歌是为了释放犯人送刑的 十字路口就像是十字架 高飞走向了一条荒无人际的小路 她一无所有 连脚下踩着的 那一小块硬邦邦的土地 也不属于她 她身无分文 但是却很富有 她的脑子里有一千只蝙蝠在飞 一千个邪念 难道不是财富吗 可以买到快捷 买到黑色的火焰 这火焰 是夜里看不见的 初遇时给她的那点钱 现在已经花光了 她到处的流浪 流浪的另一个名字 叫做堕落 在城市里边流浪的人 像是城市里边的野兽 在乡村里边流浪的人 像是乡村的野兽 他们是乞与 他们是乞丐 人贩子 江湖义人 通缉犯 野兽 和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靠什么生存呢 没有职业 或者说 职业 就是犯罪 高飞 高飞从城市走到了乡村 走着走着 他看到了一把刀 一把杀猪刀 这条青草丛生的小路 通向市集 第二天黎明 有一个感激的老头子 看到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坐在路中间 手里边拿着一把刀 红红的眼睛 牙齿冷得直发抖 他赤着脚 穿着一件大人的衬衣 孩子说道 给我一口吃的 他开始了第一次犯罪 抢劫 抢劫犯看着这个老头子 老头子 也看着这个孩子 风 吹得路两边的玉米 哗哗的响 老头说道 娃 你从哪儿来呀 从监狱里来 娃 你家住哪儿啊 监狱 啰嗦 有吃的没有 篮子里边装的什么 孩子手拿尖刀 一步一步地逼近 老头觉得恐怖极了 他扔下篮子 转身就跑 篮子里 有一个盛着洗衣粉的塑料袋 袋里边有些零钱 孩子拿起钱 耸了耸肩膀 向路边的村庄里边走去 隔着一条长满芦苇的水沟 高飞看到了一户人家 小院寂静 篱笔上开满了千牛花 一条吐着舌头的狗 拴在了小枣树上 狗的面前还放着一个碗 碗里边有骨头 骨头上 有一点肉 他站在那里 饿极了 他的面前是一条臭水沟 而狗的面前 是一个天堂 他敏捷地翻越了水沟 翻过了篱笆 到了院子里 狗汪汪地叫了起来 这户人家有一个哑巴闺女 他听不见狗叫 梳头的时候 他向窗外瞟了一眼 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院里 抓着骨头 又啃又吞 眼睛还不时地四处张望 哑巴闺女推开了木窗 一阵乌里哇啦的怪叫 孩子被吓得落荒而逃 高飞跑到了集市上 集市上还很冷清 东边有一排卖鱼的水泥台子 西边有一排卖肉的木案子 中间是一排杂物 一次是一条旧麻袋 一块石头 一只破碗 一节树枝 一段绳头 这都代表着人 代表着小贩们 占下的摊位 高飞从卖饭的那里 买了一碗鱼汤 这个鱼汤最大的特点 就是没有鱼 喝完之后 市集上就热闹了起来 卖鸡的卖肉的卖青菜的吆喝了起来 当然也有不吆喝的 忽然听到三声边响 一个耍猴子用的砖茬 在空地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耍猴子拉着长音喊 马爷 站好 一只小猴子 规规矩矩的站立 惊了个礼 上前围观的人就鼓掌 哄笑起来 小猴站了一会儿 累了便坐在地上 耍猴子怒目而视 摸起鞭子 又骂了一句关于猴子祖宗的脏话 小猴吓得吱吱乱叫着 转圈乱跑 耍猴的喊道 杀猪 接着 发出一连串的命令 小猴就在这命令之下 表演了棋步走 卧倒 匍匐前进 重枪装死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最后 耍猴的人给小猴一顶破帽子 小猴便举着他 向围观的人来要钱 谁给的多 小猴就跪下磕头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 收税的来了 一个大盖帽 让耍猴的交了十块钱 开收据的时候 耍猴的说道 别开了 还不要担子 又喝 会办事啊 那收你五块吧 收税的说道 收税的一走过来 一条狗挤了进来 他瞪着猴子 发出了呜呜的威胁声 猴子也不示弱 他呲牙咧嘴 并且做了几个下流的手势 看人打架也是一种乐趣 有人打架的另一个意思 就是我得看看 看动物打架 也是一种乐趣 有时打架不需要原因 只需要彼此瞧对方 不顺眼就够了 猴子赢了 他抓瞎了狗的眼睛 人群为之欢呼 耍猴的打了一声呼哨 猴子就窜上了他的肩膀 不过 就在耍猴的 要挤出人群的时候 高飞将手 偷偷地伸进了 他的搭包里 高飞坐在一堵土墙下 气喘吁吁 他从市集上一口气跑到这里 偷盗的不是钱 而是一张 刚刚从某个电线杆子上 接下来的通缉令 金炳山 外号山崖 南 五十五岁 身高一米七零 山东范县 金台村人 因贩毒被判刑 县 再逃 耍猴的突然站在了高飞面前 拿过来 高飞的手艺哆嗦 山崖 是我 我 我不识字 说完 高飞站了起来 下手挺快呀 是个好苗子 要不是小烟包看见 还真让你跑了 山崖说道 那只叫小烟包的猴子 宠高飞做鬼脸 并且拿小石头砸他 高飞说道 不是这只小猴 你也找不到我 追不上我 是啊 我的腿不行了 山崖一屁股坐在了石头上 他卷起裤脚 卸下一节甲脂 揉着膝关节说道 我是个瘸子 小烟包看到甲汁 眼睛一亮 打了几个哈哈 眼泪和鼻涕 立刻流了下来 他慢慢地爬到山崖身边 吱吱叫着哀求着什么 山崖叹了一口气 从甲汁里捏出一包小白粉 倒在掌心 小烟包伸着舌头舔 兴奋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 山崖摸摸小烟包的头 稷儿对高飞说道 你跟我走 还是留在这里 山崖阴着脸 我跟你走 于是 两个人和一只小猴 转过街角 消失了 没有人能想到 在几年之后 出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特大犯罪集团 使整个中国 笼罩在阴影里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 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演播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